訂閱的小鈴鐺 各位好 現在為各位介紹的是數位內容資訊安全裡面的 網路釣魚 那英文就叫fishing 那網路釣魚是什麼呢? 各位應該對於詐騙的這種網站 這個觀念應該不陌生 你也許沒有遇過詐騙網站 但是這個網路釣魚應該也不陌生 那它是一種網路詐騙的手法 那主要是駭客利用 大家對於資訊系統的信賴 然後還有對網路世界的好奇 然後呢 利用這兩個特點 來做製造一個 假的網站 那透過這個機制呢 使用者呢不宜有他 在這網站上面輸入自己的帳號密碼 好啦輸入完帳號密碼之後呢你的帳號密碼呢也就被 偷了 或者是呢我透過 這個讓使用者去瀏覽一個被 變造過的這個網站呢 在 使用者的這個 電腦或設備上面植入 所謂的惡意軟體 那這樣子呢可以達到偷竊 機密個資的相關資訊 那網路釣魚呢最想要拿到的當然就是你的帳號密碼跟信用卡 卡號 再來呢就是一些跟個人 隱私資料相關的這些重要資訊 所以呢目前的網路釣魚呢主要目的還是透過 希望 這個 透過詐騙的行為呢 來這個欺騙 使用者 以取得 金融 或者付款相關的這個活動 還有呢就是隨著網路釣魚事件的不斷發生 企業跟 這個政府呢不斷的用各種方式提醒 大家對於網路 環境的這個使用以及各個站台的使用的一些注意安全注意事項 所以 經過分析之後呢有一些常見的釣魚手法大概有這幾種 第一個呢就是 漁木混珠 就是把 一個假網站弄得跟真的 幾乎你用作也是並別不出來 然後在這樣的一個情況底下呢 就去 輸入你的帳號密碼 以至於呢你的帳號密碼呢被 切 再來是免費的永遠最貴 就是 各位 應該經常在網路上 或者是在電子郵件裡面會遇到一個 就是 人家跟你講說你中獎了或者是你有這個 恭喜你獲得什麼樣的一個 好處 那像這種呢 看起來你都沒有花任何錢但是呢你就是 平白無故得到一個優惠 這個優惠通常就是要你付出 慘痛的代價 比如說 你 獲得了一部車 那你就 因為基於什麼稅款 所以你要先把錢匯到 這個某個帳戶底下 那你一開始很開心 這個 很 很榮幸的呢 很幸運的呢 有一部車 抽中的車但是事實上 你錢就被騙了結果車子也沒有 也不是你的 再來就是 突然出現的好朋友 我就曾經遇過這樣的一個情況 就是 突然呢有一天會收到 突然有一天 突然有一天呢收到一個 已經大概有10幾20年沒有 見面的朋友 一個 同學 然後呢這個同學呢 他突然寄給我 一封信 上面就說 告訴你一個笑話 那我就覺得很訝異 這個同學怎麼這麼久了 突然會想要跟我聯絡 因為在 在學期間呢 跟他其實 不是陌生但是也沒有到很熟 所以突然收到信的時候也嚇一跳 然後他 標題呢 主子的部分是 告訴你一個笑話 打開信裡面就只有一個檔 其他都沒有 就一個檔 那個檔的檔名叫做 告訴你一個笑話點exe 就這樣子 那當然看到這樣的一個附帶檔我就直接把它刪掉了 因為 告訴你一個笑話為什麼還要用執行檔來執行 顯然這就是一個 很奇怪的一個包裝方式 把病毒包裝成這個 郵件裡面的一個附件然後傳送給使用者 所以在這個情況底下呢 你突然出現很久沒有 這個聯繫的朋友突然寄信給你或跟你聯絡呢 你要特別注意這個不見得是真的那個人 那怎麼樣去防範呢 這邊有幾點可以參考一下 第一個就是 對於詢問各自的郵件呢 請問不要理他 你不用多看啦 因為他就是要騙你 你多看大概就是會被 吸引住 然後你就會 不知不覺的就按照指令去做了 所以呢這些網管的技術雖然不斷提升 可是呢 還是很難去避免說 攻擊者在你的郵件裡面或是網站裡面 植入木碼 或者是遷入這個跳頁的連結 那有寫過網頁的 同學呢應該 假設你有碰過一個叫做iframe的一個指令的話 那代表說他是可以在 你的 網頁裡面可以再遷入另外一個網頁 那個就是用iframe的方式去做 但是如果把這個iframe擴大一點變成是一個 很大的一個頁面 那你看起來好像是 某個站台 事實上他背後是另外一個網頁 那這樣子你就會不宜有他 總之呢你透過這個 網頁上面的一些訊息 你在 使用的時候要特別去注意 那大部分的網站呢不會主動向這個 使用者呢尋求 提出這個 要求你提供個人資料的這個部分 通常呢會 改成這個 系統上去問使用者的這個 資料 來做確認 所以如果說你現在透過的是說 你收到一封電子郵件然後呢詢問你說 因為 某種原因所以請你透過 Email回傳你的個資 那這種 一定是詐騙的情況不要相信 再來呢你要點選連結之前 去思考看看 你先看一下左下角 右上角這邊有一個圖 你可以看 這邊有一個好康大放送對不對 那你又不要 移過去的時候左下角就會出現連結 那你就稍微瞄一下那個連結 有沒有什麼樣的異樣 那如果說你覺得這個裡面 的 顯示的內容有點奇怪 那你就要特別去小心 他是不是一個詐騙的連結 那如果說這個 你不是很確定的話怎麼辦呢 你可以 按右鍵去複製他的這個 網址 複製他的網址 然後呢 用這個w 用whois的方式去查 那whois一查大概他就可以告訴你這個是不是合法的 一個站台所使用的一個 網址 如果是的話 那跟你 現在在溝通的這個 店家或者是網路店呢是直接相關的 那 應該就沒什麼問題 可是如果不是的話 那你就要三思 這有可能是詐騙的這個網站 再來呢 千萬不要去相信你突然會有好康降臨 雖然每個人都有幸運的時候 不過這個突然降臨是告訴你說你中獎了 千萬不要去相信這種事 因為 這個裡面十之八九都是騙人的 我會把你的錢給騙走 再來要去回顧一下交易紀錄 為什麼呢因為 假設呢我今天 這個在網路上交易 可是有一個駭客呢 或者是一個 不懷好意的人呢 他 透過某種形式呢 知道我怎麼樣登入系統 我的帳號密碼是什麼被他猜中了 好那 他平常在交易的時候 我可能 剛好沒有在用所以我就沒有去注意 那 他 就會造成說 這個 很多時候呢他利用你的帳號在買了一些東西 然後你都不知道 好所以怎麼樣去看呢 你可以到你的這個 網路商店上面的這個 客戶服用 客戶服務的使用區 去查看你的歷史交易紀錄 從那邊可以去看看有沒有哪些交易呢 是 你明確知道是沒有但是卻登記在你的這個 購買紀錄上的 那一定是 被人家 偷到了 所以這時候就要去 做什麼 馬上變更密碼 而且像這個 平台呢 去反應這樣的事情 再來呢要使用加密通道進行這個資料傳輸 以確保資料 獲得保障 那我們都知道現在用http呢 他是 這個公開的這個資料傳送 他沒有加密 所以呢如果透過一些風包的擷取器 或者分析器呢 就可以 查得到 你在 這個網站上傳遞資料的這個名文是什麼 所以你在一個網站上 他沒有走https 那你在傳送的時候 帳號密碼會被擷取 然後可以被看得很清楚 所以呢現在 只要是要透過網路交易 請務必使用這個加密通道 也就是我們講的https的這個通訊協定 安全 安全度呢會比較高一點 再來呢可以利用一些有效的防護工具 那 有一些是免費的 比如說這個 Macfee的這個SiteAdvisor 那這個呢他可以去幫你過濾這個站呢 他是不是有安全疑慮的 所以 因為他在 網頁上他有一些 特殊連結 那Macfee呢他會去 做這樣子的一個資料的統計 所以呢如果說 你可以在你的這個軟體 瀏覽器上面安裝這個軟體呢 幫你做一些初步的過濾 避免一些危害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說你開chrome的話 如果是用chrome那你可以 chrome 然後呢冒號斜線斜線 Apps 好那右下角這個web store 然後呢你可以用 打 Macfee 你打Site Advisor 好那你就可以看到Macfee的這個SiteAdvisor 那你可以去下載 像這個呢是ForMac 那另外一個呢是 我已經有安裝的這個 就是Macfee的SiteAdvisor 安裝完之後他會在右上角出現這個連結 這個 功能的這個功能 頁面在這裡 好那你在查詢的時候呢 你在搜尋的時候有一些站台他就會被標示他是不是安全的 像這個 他這個 Secure安全的 How to enable flash player 那這個站台所提供的資訊呢 我們可以告訴你說他是正常的 沒有問題的 那沒有標的你要多想一下 好那有標的就是 安全度呢是可以 在這 方面呢是有獲得 這個 認證的 那再來就是不要姑息養姦啦 就是 一旦你的資料被盜的時候你不要在那邊怨天尤人啊 然後呢心情不好好幾天 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 你接下來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 除了報案之外呢就要跟 台灣電腦網路危機 處理劑協調中心反應 回報這樣的一個事情 他們才會去把相關的資料跟記錄呢 寫到 他們這個資料庫跟事件通報裡面 那這樣子呢才可以去做後續的處理 那如果說你想說反正我一個人 資料遺失應該沒有關係 但這個東西一旦累積久了 他就會造成這個 資訊安全上面的危害而且 你的資料一旦被暴露了 那這個危害者呢並沒有被抓到 那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你有可能身份被盜用 那你平白無辜要背一些 莫名其妙的這個責任 所以千萬不要姑息養姦 我一定要向TWSERT 進行這個 資料的回報 避免其他人受害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網路釣魚其實有一個很大的關鍵就是 很多人呢對於這個網站的連結呢 不是很清楚 看不太清楚那是什麼 沒什麼sense 所以覺得這ok啊反正就是個網址 事實上他是經過辯造的 那就會造成這個被騙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有一個研究室呢他開發了一個 訓練 大家去了解 怎麼樣去識別這個 網址呢有可能是騙人的 這邊有網址 好那各位點了之後呢 就會跳到 這個頁面 但是呢 Chrome因為現在 Chrome他不支援Flash 不支援Flash的時候怎麼辦呢 各位可以去 查 那有一個站台 這個站台 在這邊 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個站台呢他上面有告訴你怎麼樣去把 這個Google 裡面的這個Chrome Chrome去 啟用他的Flash 那你就可以 選這個 網址 那你把它貼上之後呢 好那你往下拉 往下找會找到Flash有沒有 有一個像拼圖的地方Flash 然後呢按右鍵 那這邊本來是 你如果沒辦法使用Flash就是因為這邊被關掉了 好那你就把它改成什麼 開啟 把它打開 打開之後呢你再回到這個頁面按重新整理 那本來是 告訴你說影片不能用的他就會出現一個 你要block還是要允許 那你就按允許就會進來這個頁面 好那這邊有一些基本的介紹告訴你這個釣魚怎麼玩 然後按play的話 各位可以去看好等一下會出現幾個角色 第一個是蟲 在水裡面的蟲蟲 好那這個我們就是要去抓他的 好魚要去吃這個蟲蟲 然後呢可是這個魚會被什麼鯊魚給吃掉 我們是魚 你進去玩的角色是魚 所以呢你可能被 鯊魚 吃到 所以你要負責去做什麼移動 避免被鯊魚吃掉 然後呢 另外你要去抓 吃這個魚 那魚呢要分 兩種一個是呢 他帶的資訊呢是這個詐騙 跟網站 一個是和 正常的一個網站名字 好那這兩個你要吃對好那 這個 如果說 你一看就知道 看起來就很奇怪 不太像是真的 這個網子的話那你就可以按R 去reject 這個我覺得不是 合法的網站 按R 或者按向下鍵 或者按向下鍵 那 如果說你是發現說他這個 是正常的 那你就可以去eat 吃他 那你就可以再加分 記得看到這個魚的時候你要去閃他 好那我們來玩玩看好了 好那第一關進來的時候呢 好第一關進來的時候他有魚他告訴你說這個 不要急的去釣魚了好那你有一些規則 自己看一下然後呢這邊是 他會告訴你說看網址列 他可以讓你去 識別說他的這個網站呢是legal或者是有 問題的 好那我們就按play 倒數計時開始玩 那你可以按向上向下鍵然後我們 魚在這裡 那你就跳出來之後你去看看 這個是 真的還是假的 就你的認知 如果不知道你就可以問teacher說按T 我們就會出現說 真實的網站呢一般不會使用number 所以我就要怎麼樣 吃掉他 然後再看別的 你看看這樣的網址算不算正確的 正確的那你就是 也是吃掉他 結果是錯的 at 好然後再來呢這個是什麼 你就看那個網址呢你覺得是 這個 你要吃掉他或者reject他 這樣子好那你可以去 甚至你可以按T他就會教你 怎麼樣去看 西乎什麼這樣子去看 好所以這個就是一個 玩遊戲的好那 過關之後呢 吼 好我就隨便按一按吼 好按錯也會死掉吼 他就會告訴你這樣子 然後你有三條魚的魚命 三條魚的魚命 然後你遇到這個鯊魚的話也會死掉這樣子 OK 那你最主要就是你每一個都去看看 然後呢 用這種方式來讓自己對於這個 釣魚 那結束之後呢他會告訴你你對幾個 錯幾個 然後呢全對之後你才可以下 進下一關 我用這種方式呢讓自己對於 識別 好這個 他是不是一個 惡意的網站的網址 有蠻大的一個訓練的效果 我們先把 關掉 那這個呢是這個 釣魚網站的這個識別 的練習 這是國外的 這個實驗室所 設計出來的 我覺得蠻好玩的 那一方面呢也可以讓大家對於 假網站的這個設計呢 他這個網址呢有 一定的認識 也可以避免自己呢 掉入這個陷阱 好那這邊的投影片在介紹剛剛的那些畫面 R跟 E啦 R就是reject 什麼樣的情況要按R呢 就是我覺得 這個網址是假的 就reject拒絕他 那如果說你覺得這個網站是對的 網址是對的 那我就按E E把它吃掉 或者是按向上是reject 向下鍵 是it 那如果說你實在是看不太出來 而且你沒有什麼sense的話 你可以按T 他會教你 怎麼去識別 那這邊是網址的部分 各位可以看看 那這是玩的過程 剛好我們已經介紹過了 我們就不再 贅述 那總之你玩完之後呢 他就會結算 告訴你對幾題 錯幾題 那全過的話就可以進入下一關 我想請自方 有些電視 如果是有任何的接觸 或者看真的 我會對這幾題 都是有任何的接触 有任何人 有任何事 喜歡